我们也看到了乐泉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拳手 我们知道做职业拳击手这件事其实还挺有挑战的 不知道一开始家里人很支持你做这件事 还是说其实是会遇到一些阻力的 一开始我的父母是很不支持我走职业拳击的 然后毕竟我对这个职业拳击是太热爱了 然后直至我18岁成年以后应该是2018年6月25号 来到云南这边开始了我的拳击生涯 到2021年1月1日拿的WBC中国拳王头衔这个称号 大概是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不到三年的时间 这个应该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很快的一个速度了 是很厉害的一个战绩 所以我们很想知道你平时的这个训练强度大概是怎样的 因为我来到云南这边 我需要打两份工去维持我的生活 然后一边要打工一边去打拳 所以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会去加练 我一般会利用早上的时间去跑步 就是在一般在队员还没有起床的时候 我可能就已经起床跑步了 这是我唯一能够坚持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啊 感谢观看